歡迎光臨恐怖小鎮 我是土龍康 我是土龍康 印度有一個國際學校 發生了一名七歲的學童 在學校廁所裡面 被人割喉殺害 當地警方一開始認為 應該是什麼那種 性侵男童 才會出此案件 沒想到真正的兇手 是同校的十六歲少年 他為了幹嘛呢 他為了躲避考試 然後就想說殺一個人 希望這個校方能夠延後這個考試 這種行為真的太怪異了 真的太不負責任 所以我們今天要討論什麼 討論校園命案 馬上有請 電子大樓 後方草坪 竟然發現半樓的屍體 調查後發現 兇手竟然多達六名青少年 在學校演講廳 發現了一具無法辨識的女屍 跟被兇手企圖回到現場 想要容屍 哎唷 沒想到 青春養育的校園裡面 都發生那麼多兇殘的案件 這樣子 人家真正以後 不敢去學校上課了啦 沒關係 那我就找康哥 陪我去上課 不但去一二會 還可以學習好多知識呢 對 康哥 好久沒有來耶 很久沒來啊 很久沒看到大家耶 我跟你講 來 長 你那個 嚴重影響到我們在場來賓的士氣 好不好 是嗎 我們今天很難得 所有的這個 我們的來賓跟主持人 想要圍毆一個人 我穿他腿喔 人家是 看到你們真的很開心 上 來 學校要多注意哪些問題 才能避免校園命案的發生呢 馬上進行恐怖冷知識 是的 沒錯 又到了觀眾朋友 最期待的 真真講解恐怖冷知識的答案 沒有人期待 這麼歸歸這麼久 沒有來講冷知識 是以為期待 相信收視機會在這段 好 今天真的要告訴大家 冷知識 要如何加強校園措施 防止再次發生免案呢 第一點 關心師生長的情緒 校方平常需要多關心學生 老師 工友等等 如果發現有任何的異狀 應該及時與對方 進行輔導和幫助 讓對方感覺到溫暖 以至於降低犯案的動機 那找你去就好了 找我去我怕會增加犯案的那個 一 二 加強保安系統 校方應多加強校園裡的 保安措施 加派警衛人手巡邏 另外呢 在叫人煙稀少的地方 應增設監視器 提高發現犯人的機會 三 教導正面的人生 在課堂上要多教導學生 對於人生的正面觀 避免學生產生負面 或是仇恨的想法 是 講到眼睛都起霧了 對 你身體溫太高 太肥 不是 我是因為剛剛 肥 開廠家加上那個肥豬 你怎麼才大過年 就對人家人生攻擊呢 二十幾歲有這麼胖的喔 我是不是 那山豬怎麼辦 我是算苗條對不對 不過剛剛第二項是完全就是 有一點經費上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不妨 多加那種 警報器 對 按鈕 因為其實 警報器按鈕就很大聲的 那種聲響出現的時候 其實會很有效地遏止 那個犯罪的行為 對 因為犯罪的人 都是心虛的 對 你這樣一叫的時候 他一定停止 所以多 如果經費不足 還不如多加一點那種按鈕 沒有錯 對不對 讓那個學生 一看有危險 先按再講 對 還有這個 所有人的那個情緒問題 是 第一個案例非常恐怖 他被調職了 他持獵槍 怒殺全校 私生長 然後在企圖製造 這是什麼時候的案子 對 沒錯 我們剛剛講的第三點 教導正面人生 這很重要 因為以下我所說的這個故事 就是因為沒有往正面的人生的 方向思考 他腦袋裡面充滿了負面的 能量跟方向 這個老師姓袁 袁世凱的袁叫做袁凱 那這個老師做了什麼事呢 在高雄 前高雄縣很鄉下的一個國小 那麼這個國小 因為人不多 大概全部六個年級加起來 大概只有六七百個人而已 然後他們有一個習慣 那校長認為說 要讓老師帶頭 讓大家輪流 而且公平嘛 所以全校不是都有一個 勞動服務嗎 大家都有勞動服務 所以掃廁所也要輪 要不然的話這個學期 都是你掃廁所這樣不公平 對不對 所以每個班就這樣輪 往前輪這樣子 你都輪到 袁凱 袁老師來的第一天 報到的第一天 沒想到就是他所帶的這個班級 當天開始輪掃廁所 必須要有導師帶 這袁凱心裡想 我在別的學校 都沒有這樣的一個規定跟待遇 我一來第一天 就叫我一大早 帶學生去掃廁所 那你校長是要跟我過不去嗎 是對我有意見嗎 結果他那樣交了一年以後 他這個一年交得很不愉快 他老認為在 校長在主持校務會議的時候 所講的人就是他 就針對他就對了 他非常不高興 事實上校長並沒有這個意思 一年後 遇到了選舉結束以後 新的政治勢力起來 那教育界有一個重新洗牌 重新洗牌的過程當中 連老師都調動 袁凱被調了 他心裡想 我在別的學校 從來沒有只待一年 就被調動的 然後你 這明明就是你校長整我 你知道嗎 校長整我 所以他一口氣就咽不下 咽不下以後 他就直接在校律廣上 拍桌子跟校長講 我絕對不會放過你 可是他不知道 那個校長很害怕 因為校長是讀書人 沒有被人家這樣嗆過 他心裡想說你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袁凱人高馬大了這樣 你為什麼這樣嗆我 很害怕 他從隔天開始請假 因為袁凱不知道一件事 校長也被調了 也就是說不是校長 故意要整你幫你調掉 他自己資深難保 他也要調走 那校長兩個禮拜都沒來 這兩個禮拜 袁凱校長請假 不敢來 怕袁凱真的都要怎麼樣 這兩個禮拜 袁凱做什麼事呢 他跑到這個縣政府去 縣政府的教育局 去撞到了 他硬要找到 負責這個承辦相關 調動事宜的科長 科長在現在 那個教育局裡面算很大 他要找到這個科長問 到底是不是校長把我調走了 要不然你為什麼要把我調走 他就講了一句話 就沒想到 因為他講了一句話 讓袁凱誤會更深 最後釀成 四死是重傷的重大命案 為什麼呢 他講什麼呢 這個科長講話的意思就是說 哎呀 你就委屈一下 稍彎物照一下 我來跟校長說 你忍一下 我來跟校長說 沒想到這個科長越描越黑 袁老師這下會做出什麼 瘋狂主動 稍後我告訴你 他講了一句話 讓袁凱誤會更深 最後釀成 四死是重傷的重大命案 為什麼呢 他講什麼呢 這個科長講話的意思就是說 哎呀 你就委屈一下 稍彎物照一下 我來跟校長說 你忍一下 我來跟校長說 然後到時候再把你調回來 他本來是要息事寧能 就把他打發掉就算了 他沒有想到 袁凱不是本身已經對校長 很有承見了嗎 他這一講 坐實的就是校長對我的嘛 不然你怎麼會講說 我來跟校長講 其實他不是那個意思 跟校長沒有關係 隔天 那個七點多開了一個消費 結束 所有的人 包括老師 包括學生 那就慢慢就往這個 中央操場就集合了 要升級了 結果袁凱在這個時候 騎了一個腳踏車來 然後腳踏車的前面有個菜籃 他用了一個毛毯 包住一個東西 然後到門口的時候 那工友負責 那個門口的那個安全管站 有老師好 前面是什麼東西 他就惡狠狠瞪著那個工友 看了他一眼說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然後那個工友看到了 他這樣子也不惹他 那因為他老師嘛 雖然今天他調走 可是問題到回來 通常不會再多所刁難 讓他進去 進去了以後 沒想到袁凱把腳踏車停好 毛毯一掀 美智的那個獵槍 雙管獵槍拿起來 你知道美智的 雙管的 拿起來了以後 口袋裡面都是子彈 衝到校長室去 那時候剛好校務會議 這個剛好結束 那麼就在這個校長室 外面聊天的那一個老師 就是跟他最好的 平常會跟他講話的張老師 跟另外一個女老師在那邊聊天 遠遠看他說 袁老師 你知道他怎麼對這個 跟他在這個學校最好的朋友嗎 那個他本來列強場後面 拿起來就吵著 吵著張老師 砰 步步一槍 砰 打得 打得他就往後退就倒了 然後那個女老師一開 第一件事情 扭頭就跑對不對 朝他頭部砰一槍 腦袋開花 當然就死亡了 然後校長這個時候 事實上已經走出去了 看到了以後大叫 因為那個槍聲很大聲 所以在操場所有的這個孩子們 本來都在那邊集合 但是校長跟老師就大叫 大家快跑 所有人慌了不知道怎麼回事 但是知道很害怕 趕快跑 就袁凱就在後面追 可是校長很偉大 為什麼呢 本來他可以逃出生天的 他在逃的過程當中 一個小學六年級的一個女生 跌倒了 他弄了一下 他心想 萬一開槍打他怎麼辦 他一停下來 扶那個小孩女孩 然後扶起來要跑的時候 袁凱追上來了 砰砰兩槍 校長的後腦 跟這個小六女生的後腦 全部中砰下去 當場死亡 然後這個時候已經殺紅眼了 然後就拿著獵槍在那個 就在操場跟教室追著人殺 追著人跑 所有孩子大家驚叫 幹什麼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後來又三個男同學 三個男學生又中槍 然後就一路殺... 這時候其實那個工友 第一時間就已經趕快報案了 所以警方來了 也通知憲兵單位 也趕快... 因為只知道他的槍 沒有當過兵的 不知道他拿的是什麼槍 所以憲兵跟警察 警察也不太敢靠近 因為警察 以前的警察配發的是 點三八的小手槍 他拿著長長的槍 大家都想說 那一定不是卡兵槍 就是步槍 你知道嗎 那到時候連發打出來 還得了對不對 所以警察要先那個 然後就看他在操場 這樣追殺... 後來翻過牆去的時候 警察才趕快追 然後憲兵單位也來 憲兵單位連機關槍 武林機關槍都拿來了 因為不知道他到底的火力多少 根本講不清楚 因為空中報案 只怕死了對不對 搞不清楚校園大屠殺 尤其他們是一個很鄉下 很純樸的地方 所以大家想說 發生這個事情 趕快衝來了 怎麼辦 最後他翻過去以後 他知道他跑不出去了 然後前面全是黑壓壓的 全部是憲兵 連那個重機槍都踩在那裡 他知道他沒辦法走 他也知道他殺了四個人 他殺了那麼多人 然後重傷那麼多 他逃不出去了 這個時候他發現 他本來想要用槍要自殺 發現他子彈全部打完了 把槍丟掉 從腰部抽了一把劍刀 就因為這樣子 結果因為一個誤會 整整誤會的一年 造成一個這麼大的 這麼大規模的恐怖校園大屠殺 後來他們去檢察官 跟法醫來驗屍的時候 校長不是倒得死在操場了嗎 對 結果還發現 校長是一個很純樸的人 而且把很多他的薪水 相關的東西捐出來 用在學校的建設上面 是 發現他死了以後 那個皮鞋掉了 他的襪子破了三個洞 還在穿啊 你就知道這是一個好校長 可惜 就因為你腦袋裡面 充滿了負面能量 這樣的事情 這麼小一件事 最後演變成毀掉自己 也軌掉無數家庭的一個重大悲劇 所以不用想 這種事情就是看你 就是一條線 如果說你往好處想 就沒事了 對 如果你硬要鑽牛角尖 那事情越來越大 對 你跟我回來做 一 收容 收容我們任何 快點 剛剛任何哥一直看 快點 一直偷瞄我 我就想說做過事了 好 接下來這是一個 校園除草公 他刺殺了清潔婦之後 也是一樣 奇怪 他們都殺人了 然後就企圖自殺 高大哥這什麼案子 今年的三月三十一日 高雄的一個師範大學 燕巢的一個校區 他突然在他的一個 資源回收的一個辦公室裡面 發現了一具女絲 經過那個高雄岡山分局 那個偵察隊的隊長 那個蔡隊長表示說 還是王姓富人親眼看到 這個女絲被人家割喉的 那個喉嚨 那個一刀 割下去斷了一半 氣管都露出來了 所以它那個血 就像殺雞一樣 像噴泉一樣 對 滿個 放射性 對 經過詢問之後 發現說學校它原來是 有資源回收的一個工程 那是外包委外給人家做 那委外給人家做 它裡面含有 包含有清潔工 清潔的部分 第二個它含有 它裡面那個學校的一分 校園的儲草 那當然是兩個公司在做的 那校園儲草這裡面 其中有一個賴姓 姓賴的一個男子 他就跟這一個清潔工 一樣兩個外包公司 跟這個清潔工 一個女生 就是姓姜的一個姜富 他是五十歲 那這個蔡姓男子是六十歲 但是對他一直很有好感 那很有好感 就久了之後會聊天 比如在裡面同一個地方工作 覺得像是一個單位 學校裡面的一個同事 那久了之後聊天 但是這個姜姓婦女 對他始終沒有 投下任何的情愫 就是等於是賴姓男子 他一直就是單戀 一廂情願 因為這個賴姓男子 跟這個姜姓婦女 久了之後 幾年下來發現說有話可聊 那姜姓婦女也偶爾會跟他 掉掉頭寸 或者說想要做做小生意 所以陸陸續續 他從幾年前就陸陸續續 幾萬塊幾萬塊不等了 陸陸續續拿了總共十八萬 給這一個姜姓婦女 有一天這個賴姓男子 發現說這個姜姓婦女 突然對他冷淡 那對他冷淡的時候 男人就是這樣 我平常拿錢給你的時候 都是說自願的 可是一發現冷淡 那個促進一來覺得說 你外面有人 或者說你 你純心騙我的錢 那就開始要跟他 要吹討這個債務 那跟他吹討這個債務的時候 那姜姓婦女就說 你那個錢我沒有辦法 一次還給你 我慢慢還給你好不好 他說不行 你就稍微一次給我 那在三月十三號那一天 他就當場在他們那個學校 校園裡面的資源回座處 抓了那個姜姓女子的頭髮 去撞牆壁 旁邊就有其他工作人員看到了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你是... 那你是除草公 你怎麼來到我們這個地方 你的工作單位是這個地方 你不要過來我們這個工作場所 就把他趕走了 那裡面的工作人員 也就跟校方反映說 那個賴姓先生的男子 對這個女生動出 那這個女生也沒報案 就抓了他頭髮去撞牆壁 也踹了他幾腳 也沒報案 但學校說不對 校方就說 因為這個是在學校裡面 你們只是尾外來工作的工人 你怎麼可以在學校 發生這種事情 那就跟他的外包公司講說 你這個賴姓男子 不能再到我學校來工作了 你必須要把他調走 那到二十號一個禮拜後 把他調走 調走的時候 學校還特別跟學校的警衛講 照片給他看 這一個賴姓男子 不得讓他進入我們的校區 不得讓他進入校園 那應該就想說 那就平息掉了 那到了今年 就是到了三月二十八號的時候 這個賴姓男子 又跑到學校校門口 在那邊等 等這個江姓婦女下班 學校的朱衛錦一看到說 你不要在我們這邊徘徊 那你 請你離開 那個賴姓男子 我又沒進去你校區 我只是在外面而已 你憑什麼趕我走 你太假話就幫你趕你 那朱衛錦說奇怪 莫名其妙被他恐嚇 那想說他也沒進入校區 那就不理他 那他等不到 又開始火了 等不到 打電話給那個江姓的女子 江姓女子把他封鎖了 也不接他電話了 完全失聯了 他想說那這十八萬要不到了 到了三十一號那天 他就從圍牆 他高雄師範大學後面的圍牆 攀爬圍牆進去 那攀爬圍牆進去的時候 當場還有很多目擊者 有學生看到 有其他工人看到 沒有一個人制止 只知道有一個人爬牆進來 早上七點多 六七點多 你爬牆進來 但是沒有人制止說 你不能爬牆進來 都沒有 學生也沒有報案 現場的一些其他工人 也都沒有講 他進來之後 因為他以前在裡面除草過 所以他知道他的工具放哪裡 他準備了一把刀子 直接就去了那個資源回收室 他那個江姓婦女 他工作的場所 去到裡面 他直接把他的頭髮拉住 拉住之後 勒者說你錢什麼時候還我 然後 刀子還沒拿出來的時候 用刀柄敲他的腦袋 你錢什麼時候還我 旁邊另外一個王姓的婦女就說 你不要這樣對待他 你這樣對待他幹什麼 你刀子放下 你不要這樣對待他 然後那個賴姓男子 就拿著刀子說 下一個就是你 不要動 所以看到的那個王姓婦女 也不敢叫 也不敢動 就在他面前活生生的 把他的頭髮一掰 拉著牆壁 像殺雞一樣 我直接割 整個就割斷了 割了將近有十七公分了 十七公分是 比我們一般的尺還長 所以割了之後 一聲啊一聲的 血就噴出來了 噴出來之後那個王姓婦女 看到張老婚倒了 嚇壞了 那這個賴姓男子 就是賴姓嫌犯 割了之後跑 直接跑走之後 那個刑事組的人員 一到現場看到兩個人躺著 一個死的 一個婚的 那不曉得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後來經過把他送到那個 醫院 對 把那個王姓婦女 甦醒起來之後 詢問他說發生了什麼事情之後 他才講說 是一個賴姓的嫌犯 拿刀當場在他面前 殺了那個僵姓的婦女 那後來就開始鎖定 這個賴姓嫌犯 那賴姓嫌犯住的地方在哪裡 就開始 因為找不到人 他以前打臨時工的人 他不會把身分證 放在那邊說我住哪裡 他不會 那打臨時工的是 有一餐每一餐的 所以就去找他學校 找他的外包公司 那外包公司就說 他住哪裡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只知道說 他是住在 可能是燕朝附近的一個 公墓地區 那結果蔡隊長他們 就帶了人 帶了狗一群 就發現這個兇嫌 養了三隻狗 那到了那邊的一個 十九號公墓的時候 就發現這個蔡嫌的兩隻狗 一直在那個公園的 那個公墓的旁邊 走來走去 因為我們警方去的 也帶了五六隻狗 那兩邊的狗都在叫 那邊的狗也叫 這邊五六隻狗也叫 從過去也叫 那現場去看到人就說 這個就是那個 那個濫性嫌犯飼養的狗 那當然那個狗 被後面五六隻狗追著跑 那就跟著那個狗跑 那個狗跑... 跑到後面 他的主人已經在公墓後面 喝了那個巴拉松 喝了農藥 已經喝了 昏睡在那邊自殺了 警方就從公墓那邊把他抬 抬出來急救 送到一大醫院去急救的時候 他才講說 其實人不會為了十八萬 而殺這一個人 他是說這個女人欺騙他感情 欺騙他感情之後 還陸陸續續三萬五萬不等 把他的機續花光光 他說我是一個工人 我的收入沒有很多 但是我的機續都給他了 但是他還背叛我 那警昌當場也就跟他 吐了差一句話說 你這個是一個單相思的 從頭到尾 沒有一個女生 有接受你的感情 你拿錢給人家 所有的東西都有記錄在 是你自己心甘情願給人家的 每一個目擊證人都有看得到 但是後面這個賴性男子 有沒有死亡 我們就沒有繼續再追悟下去了 所以校園裡面 不管說學校的學生 或者學校的老師 教官們 只要發現到 其實一看 你今天講實在 你今天我說我們在室內 我們在房子裡面 廚房裡面 拿了一把水果刀 拿了一把菜刀 在那邊剁菜 當然沒事情 可是你在校園地區裡面 你看到一個人拿一把菜刀 你還不報案 或者你拿了一把刀子 你還不去通知警衛的時候 這個真的就很奇怪 我覺得學校的安全 是所有整個學校的學生 老師們共同要維護的 警覺能力不夠 對 其實那個助衛警 其實發生這個事情 他就應該要把這個事情 記錄下來 是 這個人已經情緒激動了 他已經威脅我 他也害怕 害怕人家找他麻煩嘛 對 應該要跟警察講 這個太恐怖了 沒有想到 那很多年輕的時候 在念書的時候 就是當朋友這個一熟糾 就要去住正 就要去幫忙教訓同學 是 可是這次出大事了 他們把同學打死 是 其實這個小朋友 其實也滿坎坷的 他從國異的時候 爸爸媽媽離婚 爸爸媽媽離婚之後 那本來是跟爸爸 他到了高雄 結果爸爸有一餐沒一餐 那他也有一餐沒一餐 所以他經常 經常在街頭上面 睡在公園 睡在什麼地方 然後去打打零工 去幹嘛 去換個便當 跟遊民一樣 國中一年級 那爸爸也不太管他 媽媽在屏東 覺得這樣子怎麼可以呢 就把他... 那你來屏東跟我好了這樣 到了屏東 那媽媽就說 那我安排你 至少要去念書吧 去念書 書也念得不好 其他要說 你的日間部 成績都跟不上 日間部念不了 那麼去念夜間部好了 然後就去念夜間部好了 念夜間部那很多的 就很多 這同學呢 大部分白天都沒事 所以白天沒事呢 現在有網路 是不是他們就很容易 去做很多的事情 是我們想像不到的 然後就會互相吹噓 你看 那個我的老大姐送我的 然後現在口袋拿出來 都有幾萬塊這樣 那他大家都覺得 那你了不起啊對不對 他也有女朋友 但是他又去兼差 賣身就對了 那他從這個 曾經參風入宿 睡街頭去賺便當 然後看他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 你這我怎麼... 然後就開始會講一些 批評他的話 好了 那這個在賣身的時候 你憑什麼批評我啊 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放話 好 我要給你好看 我要早一天要你的命 這個話已經在校園裡面 就出來了 所以我剛剛講那個警戒心 如果學校你的師長什麼 聽到這樣的一個風聲的時候 你如果還衝而不聞 那事情就會發生了 果然發生 其實本來他 想法沒有說一定要 置他於死地 然後就... 因為他是念夜間部嘛 然後來約了最後一堂課 來 我們到哪邊 什麼這個某一個 已經沒有人在上課的大樓 來 大家來談判 告訴他說 你不要再講這種話 他要跟他談判 現在的人 LINE一傳 什麼東西一傳 就來了 就三輛摩托車 就騎進校園 這是你剛剛講的第二點 校園的安全 對 沒有人管 三個校外的人 就騎著摩托車進來了 他們也不曉得是幹嘛 反正就進來了 進來的時候 都已經在那邊等好了 埋伏好了 那他一出來的時候 二話不說 六個人 因為什麼 三個是同班同學 三個同班同學 約了他出來談 還叫了三個校外的人 講到六個人 就噼哩啪啪就打一頓 那越打呢 有時候 不曉得為什麼 打得會眼紅 打...這樣打 打不過打到手會痛 裝快一拿 噼哩啪啪啪啪猛打 就把他給打死了 當場就打死了 打死了之後 一動也不動了 不要在那邊裝死 真的死 六個少年 都未滿十八歲 你看我 我看你 只有那個校外來的 大概也是十九歲 也未滿二十歲 那怎麼辦 怎麼辦 顧不一陣好了 顧不一陣 他們根本也沒有想法 那幹嘛 幫他脫褲子好了 也不曉得為什麼 幫他脫褲子 男生在校園被奸殺嗎 我不曉得他們在想什麼 就把褲子給脫了 脫了之後 這樣好像還不夠 這樣怎麼手上 再綁個紅線好了 他就把網路上面 或者是什麼 曾經看過的印象的東西 就把他全部就招呼 釉上去 招呼在這個屍體上面 脫褲子幹嘛 弄得好像是 跟這個兇殺沒有關係這樣 可是事實上 這些警察專家 他怎麼可能被你騙呢 一眼就看出來了 好 OK 他們就一風而散了 繼續正常上課 繼續上課 因為什麼 隔天中午 是你被發現了嗎 警察就來了 封鎖線一拉什麼... 什麼 他們還去 被發現 可是大家都還不緊張 繼續上課 反正也查不到我們 晚上 娃娃 誰看得到呢 警察 很厲害的 一調 三部摩托車 在那個時間點進來 因為法醫判斷 他是前一天晚上的八九點時 一問 他第四堂課 就已經沒有來上課了 那應該在那個時間點 好 那個時間一調監視器 有三部摩托車 不明的摩托車進到校園 車牌一看 一查 那三個人是不是就知道了 很快就知道是哪三個人 可是哪三個人呢 找來問話的時候 當然他說沒有啊 我們也沒幹嘛 我們就知道 好 沒有直接證據 你很難去 很難去收納什麼 但是警方絕對不會就這樣 他會開始去訪談 一訪談同班同學的時候 就講說最近他 在班上有沒有怎麼樣 有啊 就誰... 就是在賣聲的那一個 放話說要讓他封口 警察一聽到這個 來 開始呢 把他找來 找來 來... 聽說你要讓他死啊 你要讓他封口啊 沒有啊 哪有 但是隨便講講講 講好玩的嘛 但是呢 警方發現他有一個 非常要好的麻吉 也是從同學的中間的找到了 那運用什麼 運用呢 求徒理論 分開真訊 分化法 講吧 大家都講你 怎麼樣... 真的嗎 沒有喔 是他自己來的啊 他自己說要幫我吹一口氣的啊 對... 這邊問一下說 你講吧 人家都已經講說是你那個 哪有 是他叫我去的 兩個... 案情就很清楚了 都出來了 就都出來了 都出來就是 因為什麼 這幾個小朋友啊 在應訓的時候啊 還在這邊 你不要這樣 還在那邊玩喔 還在吸鬧 還在吸鬧 都講出來之後呢 還不覺得發生什麼 什麼大事情 就死一個人而已嘛 這...再重來就好啦 還可以重來喔 他們的腦袋裡面 打電動玩具打多了 反正打死了 打怪 死了...就重來嘛 所以這種整個那個 那個對生命的那種價值觀 完全是扭曲的 爸爸媽媽到了現場之後 蛤 怕死人 開始媽媽哭啊什麼... 那些吸鬧的小朋友才說 媽媽 你是在靠什麼 你怕死人 你要坐牢耶 真的嗎 不是重來就好了嗎 這種小朋友現在 在我們身邊都是 這樣子的 衝刺的 觀念 所以我覺得那個軟體的教育 是比那個還要重要一百倍 那個是毒喔 對 因為你現在在網絡上面 吸收太容易了嘛 什麼東西什麼 你本來以前我們小朋友 媽媽說你這不能看 以前連電視對不對 對啊 管制這個 什麼不能看 什麼血清的畫面不能看 現在什麼都看 所以什麼都看了 什麼都覺得呢 不重要 所以打死一個人 有什麼重要 現在就是我們現在 最嚴重的課題 這個這個事情 而且不只對台灣 對全世界都一樣 都是 接下來講這個是 這個案子重大 而且非常有名 在學校的演講廳裡面 發現了一個無法辨識的女師 對 他居然是被兇手 重回現場容私 夏老師 這個太恐怖了吧 1998年3月9號的時候 在清華大學 原子科學研究 原子科學院的 那個輻射生物研究所 這非常高等學服 高的那個算是 所以它是高學歷的 高知識分子 對 高知識的 結果在演講廳的時候 就發現有一個女師 一個女師就在冷淒淒的旁邊 就被 後來等於是 被學生發現了 發現以後 發現這面目已經毀容了 毀容整個潰爛了 整個沒有辦法辨識了 結果一查以後 知道這個死者 很可能是一個叫許家蓁 是一個二年級的研究生 就是這個輻射生物研究所 二年級的研究生 那許家蓁 怎麼會變成毀容等等 後來這個案子 當然學校就跟警方報案了 那警方就開始查 後來查出來 她的一個閨蜜 就麻糬了 就是這個洪小慧 可能涉嫌 可能涉嫌 那我現在就來敘述 這整個案發的一個經過 是 那洪小慧跟許家蓁 就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所以有時候要好的朋友 有時候為了一些問題 也會翻臉 那他們在一九九五年的時候 現在那個補習班認識 兩個都在補習 補習以後認識 結果隔年一九九六年的時候 兩個同時考上 清大原子科學院的 輻射生物研究所 同時考上 同時考上以後 兩個當然又變成麻糬了 又變成好朋友了 對 結果發生另外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在他們的這個原子科學院 這裡面有一個博士生 就是這個主要的 這個主要的一個主角 叫增幻泰 那這個增幻泰是怎麼樣呢 結果增幻的人長得不錯 然後也看起來很英俊等等 結果兩個 他首先是那個許家蓁 看他很自然的就 因為在同一個所 而且對 愛慕了 結果紅的後來也怎麼樣 也很自然的也看上他了 結果兩個怎麼樣呢 就分別交往之後 也都發生關係了 結果後來那許的 因為家裡比較有錢 所以有時候就會 送他一些東西等等 可是紅的家裡 比較沒有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寬裕 所以紅的到最後怎麼樣 除了這兩個女孩子 分別都跟真的 發生關係以後 結果還都分別盡量的示好 要買一個高級的一些禮品 送給這個男友 就男友兩個也收了 就較勁 都較勁 然後後來兩個他許的 送了這個東西 那紅的就想說 我要算比他更好的 要博取這個男友的歡心 後來許的家裡沒有錢 怎麼辦呢 跑去當酒女 上班 上班 到酒家去上班 結果那酒家上班的賺錢 然後他故意再交往一個 比較有錢的一個學長 學長就請學長 等於是弄了一個卡等等 給他來刷卡 然後買來送給這個曾男 結果後來這個曾男 在跟這個所裡面 一個行政助理 信航的一個行政助理 只是出去吃宵夜 那兩個女的看到了 這個去看到之後 一個姓韓信的這個行政助理 出去吃宵夜 結果後來這個許家珍 就跟那個助理講 我們有事 隔幾天 我們有事到廁所談一談 結果你知道廁所 誰等在那裡嗎 洪小慧等在那 一來了就談了 你為什麼跟那個曾男的出去 等等 結果他就揮拳就打過去 就把那個行政助理打得 鼻青眼腫的 女生耶 女生 三個女生就這樣子 就是為了這個曾男 大大的鼻青眼腫 警告他你不能再跟曾男的來往 高知識分子 然後那個韓女後來就跟所長報告 因為他是裡面的職員 行政助理跟所長報告 那所長說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後來找他們的指導教授 小姓潘的指導教授 後來指導教授想一想 這個事情就是情感問題 就警告他們 你不能這樣走 而且那個韓女他有一個 等於是實驗室 或是一個辦公的處 你不能到他那個地方去 警告他們 還有那個曾男的 你不能再跟韓女的出去等等 反正就把這個情感的問題 也是不了了之的 強壓下來 就壓下來 反正就當作 警告你不能去那邊 好 這個事情 當然就隔一陣子了 可是後來隔一陣子 這兩個處理掉以後 後來許家臻跟洪小慧 又開始鬥起來了 為什麼要同時又要爭取 這個曾男的這個好感 又回頭了 兩個又開始鬥起來了 在1998年 3月7號的時候 3月6號的時候 結果這個許家臻 後來就約著 當然因為他們表面 私底下就大家都明正暗透 表面其實還滿好的 結果他那一天 那個紅女就是洪小慧 跟那個許家臻 借了他的一個卡 借了他的一個信用卡 然後他說我買一些化妝品 給你等等 結果他去了以後 那一天 很喜歡 我會死的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會死的 找到這種好感 後來的 一個不錯 他沒有 怎麼會殺 他就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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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ершwoman 》 室內的光照射以後 會產生一個一次世界大戰 二次世界大戰 非常知名的一個叫光氣的毒氣 會讓人窒息 許家珍昏迷了 洪小偉就離開了 十六小時以後 他清晨 清晨兩個打架 就把他弄了以後 結果他想說 去看看怎麼回事 十六小時以後 在晚上九點多 他再回到現場看 一看糟糕了 死掉了 因為被那個光氣等等 就是哥羅坊所產生的光氣 已經窒息死亡了 後來死亡以後 他想說怎麼辦 後來他就想一想 對 我用網水 這也是非常有名的 這個清大網水溶屍案 可是我告訴各位 這個網水是一份的硝酸 三份的鹽酸 但是它可以溶很多金屬 可是會讓我們皮膚的表層 會腐蝕掉 但是你又說整個屍體溶掉 不太容易了 是 它只是因為溶解力 它就是說把屍體會毀容 整個看不清楚 後來想一想怎麼辦 我還是要毀容 那毀容以後 好 那整個臉就看不清楚 他以為這樣子 就認不出來 那警方怎麼會認不出來 後來這個案子 開始查的時候 開始查的時候 警察就開始查 第一個 後來發現 那個死者 就是洪小慧的信用卡 還有在消費 他的電腦電郵 怎麼洪小慧 洪小慧 那個許家珍 已經過往了 為什麼他的電郵 還會發出來 等於說他的信用卡 跟他所有東西都還在運作 對 還在運作 他想說人死怎麼還在運作呢 後來一想說一定是認識的人 後來一查 跟他最曼奇的一個閨蜜 就是洪小慧 然後後來在案子 當然這個案子我知道 因為這個案子有解剖 結果那麼巧 法醫在解剖的時候 衣服要脫 臉已經腐蝕了 對不對 衣服要脫的時候 結果法醫突然眼睛一亮 因為那個法醫我很熟 他眼睛一亮 這門就勾一個白白的東西 你知道什麼東西嗎 就是那個指甲 指甲 你知道我們的指甲 很多人不知道 指甲是有紋路的 跟指紋一樣 它有一條線 一條線 那個紋路 每一個人指甲的紋路 是不一樣的 那個要用顯微鏡看 顯微鏡看 結果你知道嗎 更狠的這個洪小慧 還在現場的地方 他丟一個什麼 丟一個跟那個曾嵐 這個曾嵐太 之前發生關係之後的 保險套裡面的精英 丟在現場 那怎麼樣 連攬的一起怎麼樣 栽贓下去 他想說反正事情弄了嘛 對不對 那曾嵐的 跟他之前發生過 他你看留下保險套 是不是本身就是有一些 計畫性的 預謀 預謀的 然後把它丟在現場 那警方當然也不是笨蛋 一查這個保險套 後來一查出 是曾嵐 曾嵐說 他說我主要是跟這個兩個 這個許女跟那個紅女 我說當作妹妹 那你當作妹妹 為什麼跟她發生關係呢 還接受他們 匯徵了這麼樣高貴的這個禮物 然後評審我們是 算是說兄妹 兄妹 那兄妹這個就很怪了 後來這個案子 當然這個洪小慧 當然就找來了 對不對 你為什麼還用他的信用卡 還有那個電郵等等 另外到那個洪小慧的家裡面 去搜索的時候發現怎麼樣 因為他打的時候 可能沒有注意到 他在鞋子的地方 沾染了一些許家蓁的血跡 那就逃不掉了 對 所以逃不掉了 所以這幾個案子 結合在一起以後 再加上剛剛所有的幾個證據 有鞋子等等這些指甲 他根本最後只好承認 那承認之後 當然在監獄裡面 這個案子到最後是判了十八年 可是因為減刑變成十六年 三個月 可是大概那個洪小慧 關了大概十年多了 將近十一年左右 後來他假釋出 他有四次假釋 都沒有通過 因為覺得他都這個 那個假釋官 他在討論的時候 覺得這個手法太殘忍 可是後來洪小慧 真的在監獄裡面 他真的就開始 第一個 悔改 然後信教等等 後來到第五次的時候 法院這個假釋的那個會議的時候 終於通過了 所以出來以後他講 他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到那個許家珍的墳前 跟他說聲對不起 我以後還會 等於是會用他的餘生 盡量的來彌補 這個清大的輻射生物研究所 因為太陰了 所以已經拆掉了 對 那當年我有親自去跑這個新聞 因為我從台北去支援這個新聞 親自採訪這件命案的王瑞德 親自採訪這件命案的王瑞德 將帶來什麼樣的內幕 我們馬上回來 這個生物研究所 因為太陰了 所以已經拆掉了 對 那當年我有親自去跑這個新聞 因為我從台北去支援這個新聞 這個新聞最後能迫事 雷公幫的忙 因為洪小晖他現在當然出來 他悔改了 那當年他非常非常的冷靜 甚至於冷靜到 讓人家覺得有點冷酷 然後當時他都一直 不肯說出來 警方弄了很多的證據 甚至於他去上廁所的時候 都把許家珍的照片 偷龍轉風就來這一套 他回來以後看了一眼 不動聲色 通常會害怕 你知道嗎 怎麼這個誰的照片 原手的照片變成什麼照片嗎 然後最後在問的時候 事實上當時因為指甲 我們的指甲 他已經把所有的指甲剪掉了 他發現自己的指甲斷了 然後他以為說 我把指甲剪掉 你就拿我沒辦法 其中一個刑警 就拿那個指甲驗出來說 我們已經驗出來 就是你 給你最後的機會 看你要不要承認 你不承認也無所謂 我們一定把你移送法辦 那你罪重可能會被求除死刑 就在這個時候 因為我人就在那個警察局的一樓 我們都在一樓 突然間 砰 雷公打下來 黃小會哭出來 你知道嗎 他就承認這個案子 然後他就還這樣問你說 如果我承認的話 會不會給我一個機會 意思就是說不會判死刑 對 其實你看經過這麼多年 他在回想 其實當初做的事情都 非常後悔 對 當然後悔 這只是一個 又不是什麼 情感的問題 對 就不是說 這個深仇大恨 就這樣 然後做出這樣的事情 真的會後悔 對 所以說學校裡面的安全 希望各單位 及所有人都要注意 警戒心多一點 多做一些警報器 然後盡量保持 校園裡面的安全 這才能讓他們學生 安心地學習 今天謝謝大家 都要賺你們 好 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